立夏烦躁一静养 立夏被视为夏季的开始 也是作物进入生长旺盛的季节 初夏来临,气温渐渐升高 此时早晚温差加大,雷雨增多 夏季熟火,火气通心 人们容易感到心浮气躁,食欲不振 此时应以静来养生,保持身心平和 早睡早起避免剧烈的运动,造成过度发汗 汗泻有损阳气,要注意补充水分 饮食也要以少油、少盐的清淡口味为主 不可因天热而贪食良品 容易引发肠胃疾病 夏季饮食要增酸减苦 有助于调理胃气,补肾养肝 凉拌芦笋鲜生丝 将芦笋用滚水烫手起锅 放入凉水中冰镇 另外准备新鲜花奇参与红萝卜切丝备用 用酱油、糖、香醋、麻油调成酱汁 最后撒上白芝麻 芦笋夏天使用清热利尿 可预防高血压,保养心血管 拌上春天采收的花奇参可养胃生 还有泄火之功效 花奇参生长的周期是很漫长的 一个好的花奇参要长的话 周期至少要四年 五年更好 五年很难养 很容易产生问题 那这个周期看你怎么算 你是包括不包括培育种子一年 种子收成完以后 我们把它去掉果肉 里面的核我们留作当种子用 这种只需要培育一年 第二年的夏天和秋天 我们才开始种 种下去以后 要第二 另外一年的 第二个春天才长出来 就是一年半才出芽 出芽以后呢 还需要四年 那第一年的春天长出来 很小很小 这么高的东西 三个小叶子 所有森类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田期还有山期 都是三个叶子 第二年呢 两个午叶 这个叶子 那叶子就像我们手一样 一个大叶 两个中叶 两个小叶 一下来 两个午叶这样 但是很小 差不多 三四公分到五公分 这么高 大小而已 叶子也是比山叶大一点 第三年就高了 差不多半尺到将近一尺高 是三个午叶 有时候是两个午叶 这不一定 四年生呢 有一些是四个午叶 大部分三个午叶 有时候两个午叶都有 这个很奇怪的 大部分四年生是四个午叶 有一部分是三个午叶 当然五年生就不一样了 五年生很少有五个午叶的 大部分是四个午叶 有时候有三个午叶 五年生 花旗生很少五个月 但是几年生高旗生不一样 五年生就是等 大部分是五个午叶 有一些四个午叶 但是大部分是五个午叶 所以这个不同 这两个种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取试有好几次 五六次我们都是中五年生的 像今年我们有很多五年生 十几个一幕的五年生 这个很难 很难保持到五年 这个是很困难的 只要有经验 假如没有经验 我是便宜 不正义你们去保持五年生 这个成功的机率 超过一半的机会不大 但是五年生的 它长得个头特别大 味道不一样 药性也不一样 但是很难做五年生